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乌尔德市的一所小学5月24号发生的枪击事件中 有21人死亡 其中19名儿童 两名成人 这场新的悲剧再次使美国陷入悲痛之中 在这之后 总统乔拜登呼吁加强对武器的管控 根据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的说法 枪手被确认为萨尔瓦多·阿莫斯 一名来自乌瓦尔德的18岁年轻人 据信他是单独行动 据CNN报道 他至少携带一支步枪和准军事装备 目前嫌犯已经死亡 估计是死于警方的枪击 根据初步调查 枪手首先针对他的祖母 然后开车到罗布小学实施屠杀 他的动机仍然不明 在2020到2021学年 该校为500多名10岁以下的儿童提供教学服务 其中近90%是西班牙裔 根据德格萨斯州州长的说法 这名少年以一种可怕的 毫无意义的方式杀害了受害者 社交媒体上分享的视频显示 在美国南部典型的低矮平坦的建筑前 孩子们被冲出学校 手拉手或三五成群的跑向校车 悲剧发生绩效时候 乔拜登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 他脸上写满了悲痛 他说 我曾经希望当我成为总统时 美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说 他病了 累了 并敦促重新推动对枪支的监管 他谴责枪支制造商花了20年的时间 积极推广为他们带来巨大利润的攻击性武器 白宫已经下令 所有政府大楼的旗帜下半旗 以纪念乌瓦尔德的受害者 在美国 公共场所的枪击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在纽约 芝加哥 迈阿密和旧金山等主要城市 枪支犯罪呈上升趋势 尤其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报道还指出 这是美国近十年来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校园枪击案 2012年 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 曾发生大规模枪击 造成20名儿童和6名成人死亡 另外 这也成为德克萨斯州史上最大规模的校园枪击案 四年前 修斯顿地区一高中 曾发生大规模枪击 造成10人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周一表示 在欧洲和北美国家 猴豆的爆发是可控的 可以有效地阻断病毒的人际传播 猴豆病毒主要在非洲西部和中部地区流行 世卫组织新发疾病和人畜共患病负责人 玛利亚·文克尔科夫周一表示 到目前为止 非洲以外地区报告的猴豆确诊和疑似病例不到200例 在世卫组织社交媒体渠道的一个直播节目当中 文克尔科夫说 猴豆爆发的情况在非流行国家是可控的 特别是在我们看到这些爆发地点是在欧洲各地 在北美也是如此 文克尔科夫说 在疾病的非流行国家 通过公共卫生措施 如早期识别和隔离病例 可以阻止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猴豆是一种病毒性人畜共患疾病 其症状与过去在天花患者身上看到的症状相似 尽管它在临床上没有那么严重 该病毒可以通过破损的皮肤 呼吸道或通过眼睛 鼻子或嘴进入人体 它可以通过母婴传播和性传播 该疾病的潜伏期通常持续6至13天 有时延长至21天 大多数病人可以在数周内康复 韩国政府日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以保护国内芯片行业 不受地缘政治冲突和随之而来的 对俄罗斯的制裁的影响 这些制裁使关键原材料的供应变得紧张 韩国是全球半导体强国 如该国的科技巨头三星电子和存储器芯片巨头SK海力士 该国依赖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三种惰性气体 奶克仙生产电子芯片 奶是在芯片制造过程中的光刻阶段使用的 而克器和仙器主要用于时刻过程 这三者对于先进的芯片生产都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 以及随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 使关键原材料的供应变得紧张 作为预防措施的一部分 韩国政府在4月取消了三种惰性气体的进口关税 以使他们获得价格优惠 韩国政府还先发制人地计划将芯片用惰性气体的库存量 扩大到平时的3到4倍 同时寻求在国内生产奶气 估计能够满足该国16%的国内需求 现在芯片制造商没有受到乌克兰矿日持久的危机的直接重创 韩国金融服务公司BNK证券的高级研究员李敏锡说 由于自去年以来 供应链中断一直是一个主要问题 公司一直在保持更多的原材料库存 大多数芯片制造商已经确保了三个月的库存 如果我们把供应链中已经存在的库存加起来 现在不会对他们的生产计划产生直接影响 但是这些惰性气体的供应中断是真实的 它正在激起人们对进一步涨价的担忧 特别是与去年相比奶的价格暴涨 根据韩国海关总署的贸易统计数据 三月份进口到韩国的奶的平均价格 为每吨291744美元 比去年每吨58747美元的平均价格高出五倍 与去年二月相比 每吨克和鲜的价格也分别增长了1.8倍和2.6倍 去年韩国23%的奶气来自乌克兰 6%来自俄罗斯 31%的克气来自乌克兰 17%来自俄罗斯 18%的仙气进口来自乌克兰 另外31%在俄罗斯 但自2月24号文污冲突爆发以来 由于韩国政府一直在使进口路线多样化 扩大这三种多性气体的进口 主要是从中国和美国进口 韩国政府一直在使进口路线多样化 扩大这三种多性气体的进口 主要是从中国和美国进口 李敏锡说 根据最近的进出口统计数据 截至4月 从中国进口的份额上升到86% 这可以说明 韩国政府对于中国的供应有多么的多样化 所以我认为 我们现在从中国方面已经有足够的库存 但最终对中国的依赖性增加 也导致了奶气价格的飙升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